何为牧牛牛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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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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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两种形制不同的运输工具 早年老一辈学者说 它们是同一类工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证据至少有四 首先是两者第一次投入使用的时间 地点都不同 三国志明确记载 牧牛首次使用是诸葛亮建兴九年 第二次出七山 也就是第五次北伐的时候 而刘马则是下一年才出现 他首次投入使用更是迟至建兴十二年 也就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的武藏元之战 牧牛主要用在骑山道 而刘马主要用在包邪道 其次从做法的描述来看 两者的形制也不同 牧牛有双圆 有工人拉拽的绳索和丘轴 其形制是方复曲头一脚四足 双者为牛脚 转者为牛足 这里必须注意 在古汉语里 脚指的是小腿 足才是今天我们说的脚 牧牛有一个腿 却有四只脚 腿又是双者 意思是有两个并列的部件构成 牛足则是转者 那就只能是轮子 根据以上的特点 早年间刘先舟孙姬曾推测 牧牛实际上就是独轮车 是从古代的路车改进而成 当题在于独轮车能解释一脚 却解释不了四足 所以就有人在独车车的前后各家两只支撑腿 说是四足 但这又跟转者为牛足产生了矛盾 要想完全切合史迹的描述 除非像谭良孝方北辰设想的那样 说一脚四足是四个轮的并排 横贯于单轴之中 就成了这个样子 而刘马并没有车员 央和丘轴这些部件 却有前轴后轴 前杠后杠 样子是前后四脚 行之如相 这说明刘马有四条腿 前后轮很可能是两两平行 这跟单腿的牧牛明显不同 再次 两者的运载量不同 做法说 牧牛能载一岁粮 即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那么这个运载量是多少呢 从居原汉奸以及严铁论的记载推断 汉带着丁南的口粮是一个月三十斗 一年就是三十六湖 不过这是以素为标准的 若换算成大米 则为日食其生 每月约两湖 一年二十四湖 考虑到汉中是稻米产区 此处应以后者为准 也就是说 一个牧牛能载米二十四湖 而刘马装米要靠方囊 一个刘马载两个方囊 每个方囊寿米二湖三斗 两个就是四湖六斗 这样看来 刘马的载重量还不到牧牛的五分之一 最后 两者的行进速度不同 牧牛的特点是 载多而行少 特行者数十里 群行者二十里 日行二十里 而人不大牢 即运载量较大 但行进速度慢 如果集体出动 每天只能走二十里 所以已可大用 不可小使 刘马的行进速度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但既然它的载重量 只有牧牛的五分之一 那走起来自然要快 否则诸葛亮就没有发明 和使用它的必要 而且这也符合 马快牛慢的常识 综合以上四点 可知 牧牛和刘马 确实是两种差异 很大的运输工具 不能混为一谈 好 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可它们到底分别是什么样呢 有关牧牛 因为做法中的记载 比较抽象 我只能说 我基本同意谈良校方北辰的考证 记忆牧牛是有两个车员 下边是四个轮子 横贯于单轴之中的人力大车 这样子可能看上去别扭 但毕竟最贴合史籍的记载 至于刘马 请允许我吹个小小的牛逼 我敢说 我已经基本破解了 刘马尺寸之数的秘密 搞清了它的制作方法 按照我的方法 任何一个木匠 都可以轻松的把它一比一复原 为什么我敢吹这个牛逼 说我破解了诸葛亮流马的秘密呢 因为我读懂了流马尺寸之数 那别人怎么没读懂呢 我觉得 一是因为三国之中的记载 存在错额 二是里面有不好理解的专业名词 先说文献错额这事 唐代以前没有印刷数 书都靠抄写流传 但古人抄书 尤其遇到自己不懂的文献呢 超错脱漏的情况呢 很常见 金本三国志陪著中的流马尺寸之数呢 就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这段文字啊 在通点 测辅原规 资质通鉴 旭后汉书 通鉴纲目 这些文献里呢 都有保留 但是个别文字呢 跟三国志却不一样 比如三国志里 后轴孔去前杠分墨 一尺五分 大小与前瞳 这句话呢 通过与通点 通鉴的弧柱相比较呢 就能知道在前杠后面呢 脱漏了一个孔子 一字之差 意思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通过这种文本教令的方法呀 重新盯正了流马尺寸之数 那具体的过程呢 比较枯燥啊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我在畅快003国史的末尾 专门有一篇附录 就叫《诸葛亮流马行制考》 里面呢 把教令的过程都写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找来读 总之呢 经过我的教定啊 流马尺寸之数 基本恢复了本来面貌 有些原来读不懂的地方呢 也就能读懂了 第二呢 是这里面存在一些疑难的名词 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分墨 啥是分墨呢 李伯勋在给诸葛亮籍 做监筑的时候啊 解释成 画界的墨线 还有人说是相邻的 两个某孔之间的距离 但是我却认为呢 分墨应该是孔中心点的投影 因为开孔的时候呢 要想确定孔的位置啊 必先取其中心点 而木工确定中心点的方法 便是在其投影点处呢 画纵横两道墨线 墨线交叉点 即中心点 所以叫分墨 那搞清了分墨的概念 再参考我重新校定的 流马尺寸之术 流马的结构和形态呢 基本就出来了 因为跟木牛不一样啊 木牛用了很多比喻象征的描写 很抽象 所以它到底啥样呢 只能靠猜 但流马各个部件的尺寸呢 却是写的明明白白 长宽高都精确到了几寸几分 所以最终我的复原是这样 各个部件的尺寸 跟历史记载完全一样 然后呢 我请up主爱历史的黄瓜君 帮我做了一段动画 是这样 我知道 很多人肯定在想啊 就这 这哪是什么神奇的流马呢 不就是个木架子手推车吗 哎 还真是这样 因为在那个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呢 越是大规模使用的工具 就越需要采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 以蜀汉的国力呢 也要求它必须成本低廉 便于批量生产 一辆流马载两个方囊 结构简单 承重合理 既容易制作 单人推行也很容易 还有人会问 就这么个破坠车 哪里走得了高低起伏的山路呢 还能翻越秦凉 我说 走得了 不过走的不是山路 而是战道 那前面说了 流马首次使用呢 是在包邪道 而包邪道的主体就是战道 证据之一就是啊 建兴六年第一次北伐失利 赵云从邪谷退兵的时候呢 曾一下子烧毁了赤岸以北的战道啊 一百余里 建兴八年 曹真从邪谷进兵 也曾因为战道断绝而退兵 现在汉中复原的石门战道呢 依然是包邪道上的著名景点 而战道有什么特点呢 一是载 因为是在山崖上 走孔架球而成呢 战道的宽度呢 一般都比较窄 早期更有五尺道 六尺道的称呼 而按照我的复原呢 流马的轮距啊 不到三尺 在战道上推行 写着还是很方便的 第二个特点是呢 战道的连接 往往是一长段平路 接一小段阶梯 然后再一长段平路 再接一小段阶梯 推车走平路没问题啊 但上下阶梯就比较难 所以流马才采用了方囊 这种集装箱运输方式 方北辰教授推测呢 之所以一个流马要配两个方囊 是因为流马的使用呢 是一种接力式的快速运输方法 当流马遇到阶梯路段的时候呢 就把两个方箱卸下 改成挑夫用扁弹尖挑 在通过阶梯路段后呢 再换一波流马运输 而之前卸下方箱的流马空车 就返回起点 装载新的方箱 如此周而复始 仿佛流水滚滚向前 故而称之为流马 如此一来呢 吉百里包鞋战道 俨然就成了古代的流水线传送弹 这里啊顺便提下 现在有人提出呢 流马是小船 用流马是水路运输 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呢 包鞋战跟嘉陵江流经的 骑山道陈仓道不一样 古中啊水流湍急 礁石多 基本啊不能兴传 西汉的时候呢 汉武帝曾经叫张汤 开包鞋战道 想打通汉中的草运 结果却是水多湍石 不可曹 根本行不通 另外呢 流马尺寸之术写的明明白白嘛 流马的泪 也就是承重的车架呢 总长只有三尺五寸 以汉代一寸二十三厘米计呢 也就是零点八米 那请问你这是什么船 才能只有零点八米宽呢 是皮划艇呢 还是独木舟呀 这显然不可能嘛 当然了 流马也不是没有缺点 因为它采用的是流水线传输的方式 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呢 要想真正发挥作用 就必须对流马和人力的分配 进行精密的计算和调节 以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为例呢 动用的总兵力是十万 而包袭道的总长呢 大约是五百里 假设呢 只用牧牛 那牧牛每天只能走二十里 一个运输周期啊 就是五十天 要想暴政十万士兵 五十天不断粮 那一次运输呢 就需要牧牛 一万三千七百五十辆 每个牧牛呢 前拉后推各一人 就是两万七千五百人 而如果用流马 虽然载重量少了 但速度快了 假设流马以步行的常规速度 日行五直里计呢 不采用接力法的一个运输周期呢 就是二十天 要想满足十万人口粮所需啊 一次运输就需要流马 三万零四百三十五辆 而采用接力法以后呢 由于流水线连绵不断 可以省掉空车返回的时间 那么呢 只需原来的一半 即一万五千二百一十七辆 即可满足要求了 取其整数为一万五 假如这一万五千辆流马 分为十组 每组负责运输的距离呢 也刚好是五十里 那么如果一切顺利啊 每天都将有一千五百辆流马 将近七千户的粮食 运抵前线 刚好可供十万士兵 一天之时 也就是说 即使在战争开始以前 诸葛亮没有任何存粮 那么只要他每天投入一万五千人 操作流马 整个北伐大军就不会断粮 当然了 我从小数学不好 这个计算呢 不一定对 实际状况呢 也不可能这么理想 不过采用流马运输的好处啊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要知道呢 在古代军粮运输的高昂成本 一直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棋手问题 北纵的省阔呀 曾经计算 星军的时间呢 只要超过一个月 最少需要三人享一族 也就是一个人打仗 需要三个民夫来运粮 若星师十万 自重三之一 只得驻战之族七万人 以用三十万人运粮 七万人打仗 需要三十万人在后方运粮 而诸葛亮呢 由于采用了流马之法 在其十万军事当中呢 只需要抽出一万五千人运粮 便可以保证全军之时 考虑到运输呢 又是在崇山郡岭中进行 这实在是相当惊人的成绩 后来诸葛亮在武藏元 与司马懿对峙长达半年 却并未出现军粮短缺的问题 或许啊 就是白流马运粮所赐 当然了 流马虽然存在结构简单 制造成本低廉 便于批量生产等好处 但其形制特点呢 只适用于以战道为主的道路 并且为了发挥其效用呢 对于人力的组织和调配 也要求很高 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何流马只是在诸葛亮 最后一次北伐时 昙花一现 熟悍后期再无使用记录 以至年代继久之后呢 虽然流马尺寸之术呢 被保存了下来 其制作方法却终于失传 其形制后人也不得其详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还请点赞关注 我是芒山野人 一个不务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咱们下期见 拜拜